桃園国际机场现在又被民众批评在抢钱了 因为第一行下大整修加上停车场全面封闭 整个交通动线是陷入了黑暗期 民众都已经找不到临时停车位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 航站还规划了三个收费车位 专门给租赁车使用 民众又批评 航站是宁可为了抢钱 牺牲大部分民众的权益 前锋时期 离第一行下涌进许多回国旅客 来接近的车子很多 因为没有停车场 加上入境大厅旁的道路缩减 一旦违规临停 就形成交通大打劫的景象 警察先生忙着在车阵中驱赶并排乱停车 陷入交通黑暗期的机场 每天都会上演这种戏码 不过前方的黑头车 怎么毫不受影响 民众质疑航警执法大小眼 应该要区分在寄人车的 另外一个区域 另外一个区域 应该是在航载上面是吗 航载在这边要赶到 航载解释 租赁车使用的是假种停车位 是行之有年的付费车位 以规定停在画有专属标线和告示牌内 如果会影响交通 将考虑换位置 民众有这个反应 我们当然也会回去检讨一下 因为尤其助力业他们的车子 如果停得比较久一点 当然也会让民众国家不好 我们会来研究一下 是不是跟这个相关业者 来做一个商量 航站解释说 碍于合约规定 会另寻停车位 但民众观感不好 批评如果不懂的变通 民运指数还会继续上升 民事新闻 周炳渝 桃园报导